只要给猪带上几个能回血的队友 那就是见谁打谁 见面先空个21技能 给对面个下马威 鲁班可能A了7-8秒 终于是让我发现了 就你克坦克是吧鲁班 我看谁能保你 发现鲁班的时候 我是半血 给鲁班跟他队友顺手全杀了之后 血好像快满了 那这个时候就会被我问了 你们这套阵容有伤害吗 大家看这波 现在只是中期直接跃塔 黄中我就不说了 这版本射手的作用就是被切 貂蝉在我们五个中间跳 你看他能跳得起来吗 直接就秒了 七分钟 射手还没有发育成形 而我们已经开始跃两座塔杀人了 这个时候制裁简单的点回血 队友们已经不管用了 我们是200%的回血 见面先空两个大招 我的大招跟孙命大招全空了 但是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直接跃塔 你们最好能在我手里保下黄中 五个人防御塔还开了干扰 死不掉啊 很一般啊 给防御塔再提点攻速 漏网至于花木兰 你别切中箭了 直接控死 还有孟奇 你也别刷顿了 烫都给他烫死 越完塔给他们团灭了 我们还是满血 感觉现在能威胁到我的只有泉水了 好主意 就去泉水里面给黄中唠出来 我扛一下又能怎样 直接秒了 貂蝉 不是人越多你越兴奋吗 给我兴奋起来 为什么就留一个蔡文基不杀呢 因为反派总是会留下一个孩子 当他焦急的等待希望 就比如花木兰复活的时候 哎 拉过来 不能清兵 太坏了 这就是我们究极回血阵容 这套阵容有一个很离谱的点啊 就像这波 我们都商量好了 就说开着奔狼 从他们面前路过一下 不打他们 结果对面全应激了 都把打开了 那我选色不就路过一下吗 也不至于这么害怕 结果 敌人节怎么死了 打赢了 打怎么打赢了 是啊 我也想问 我们没打怎么就打赢了 我们这套阵容 打了好几把 对面很多时候都是有吕布貂蝉的 没用啊 真伤在回血面前没用 冲锋 我们就跟那一帮行军一样 老莫当场就交闪了 老莫开打又想控住谁啊 直接死啊 对面出了制裁 也有很多真伤 但打我们确实是有点吃力啊 我们回血太多了 你看这波也是差点伤害 我又没死 只要留我一息上存 结果就是血条会越变越长 直到变成条形码 由于我们这套阵容 双边都是坦克 所以对面很容易就能想到 让貂蝉来走对抗路 克制一下 那我们能想不到吗 貂蝉前期必被我们狠狠关照 猛猛越他 防御他保护机制 保护不了一点啊 对面中奎过来了 来先勾一个 只要他选择出勾 那就已经死了 我技能好了 直接把中奎弄出来 我们这些英雄 前期都有不俗的伤害 再加上猛猛回血 持续做任务能力很强 根本不需要回家 见到人 直接放滚上去 大闹直接摘除 因为我不需要担心 我吃多少的急火 我的队友都会给我奶上来 这种感觉不能说无敌 只能说是简单啊 就像这波貂蝉已经跳起来了 那没关系 我们就先拉扯 就是说你打不过 也不会死 你还会有第二次再打过的机会 不像有的英雄 进场之前还要叠被动 被动空了 这波团直接少一个人 而且就算叠上被动了 进场也出不来 我们就不讲理 你看那西施拉我拉的 技能都不空的 没用 我男护士怎么死了 貂蝉 你给我男护士杀了 直接拿下 西施 给你机会你也不跑啊 5分48秒 8-1 你们知道 让养猪流的猪 发育成这样 有什么后果吗 后一露头直接秒 孙斌给个沉默 他闪现都放不出来 一动不动就要死 你看他对我狗旁边看着 没招的 这套阵容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血量鸡片 你们看这波 看似我吃了很多伤害 好想没被打死 才勉强杀掉后一 但事实上 我看似少的这点血量 也没人能杀 有一个带着梦想的貂蝉来了 貂蝉又想一打五了 兄弟们 你们看他进来 自己开了个大 一半血没了 我们都没人弄他 他往这一站一半血没了 以为自己能一直跳 死 我说了 我们这套阵容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血量鸡片 刚才看着是那点血 但是打着打着 血量就回来了 其实你也给我死 OK了兄弟们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高考在即 铁哥也是整了这一手 无限活血流 希望大家可以放平心态 越战越勇 考生加油 高考加油